婆罗门儿子,共踏生喜,善办正果 一时佛在舍卫城,城附近有一大施主,妇如多闻天子,与妻子共同美好的生活 妻子怀孕九个月后,生下一个非常庄严的孩子 施主夫妇为孩子举行了隆重的和声仪式,取了适合种姓的名字 用牛奶、幽落乳、油饼等精心喂养着 幼年时期,他便开始学习文字和婆罗门行为等十八种学问,且已通达无碍 十六岁时,他已精通一切论殿,具足智慧辩才,到处辩论 许多婆罗门都败在他的手下,这样他觉得自己非常了不起,生大傲慢 现在世间的人能与我相提并论的都找不到,更何况胜过我的 他常常适才欺人,或者蔑视其他的婆罗门 后来,这些婆罗门实在无法忍受 心想,只有沙门果达瓦能调伏他 或许因见到世尊,他会出家的,就不会再给我们带来很多痛苦 之后,他们就告诉婆罗门的儿子说 现在世上有位释迦牟尼佛,他便知一切,便才无碍,身相庄严,慈悲无量 你不要自以为世上无人能给予你 无论辩才,智慧,相貌,慈悲等哪一方面 你跟世尊相比,简直是百分,千分,百千万分所不及其一的 你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婆罗门儿子听到这番话后,很想亲见世尊,一睹世尊的风貌 后来,他就去见世尊,在很远的地方,他就遥见世尊的三十二相 深色金黄,闪闪发光,他不由自主地对世尊生起了无比的欢喜心 这种喜悦非十二年的禅月所能及 此时,他心想,身相自然,我是不急于世尊的 但智慧辩才方面,不一定不急于世尊 他为了观察世尊是否有大彻大悟的智慧 准备了一些问题,想去试一下世尊 世尊知道他起傲慢之心,还是悲悯地设受了他 和颜悦色跟他交谈了很长时间 直到他心存疑难,便一一为他解答了 此时的婆罗门儿子对世尊的慈悲、智慧、变才、钦佩地五体投地 不存在丝毫的慢心,对世尊生起了无比的欢喜心 在世尊前祈求,请佛陀及僧众能纳受我七天的供养 世尊默许了,他恭敬鼎礼而返回自家 准备一些饮食 准备好之后,他在亲迎佛陀及僧众 依次入座,亲自供养佛陀及僧众 供养圆满后,他对僧众一一供养了僧衣 并供养了世尊一件无价妙衣 他与佛前求法,世尊为他传了相应的法 他摧毁了萨迦耶鉴,获证了御留果位 又经父母同意,于世尊前再三祈求出家 受比丘境界 世尊乐意地设受了他 以善来比丘的方便言辞,为他受了比丘界 那受戒体后,他精进修持 灭尽了三界轮回的烦恼,获证了阿罗汉的果位 朱比丘请问 世尊,婆罗门儿子以和善业,生于富贵之家 年且尚佑,已精通一切论典,胜服一切辩论家 又以和姻缘对佛生欢喜心 在佛教法下灭尽烦恼,获证罗汉国位 请为五等宣说 世尊高曰 朱比丘,这是他前世的姻缘 是在贤劫人寿二万岁时,如来正等觉 加涉佛出世 度化众生事业圆满后,显现涅槃 当时的直至国王为加涉佛建一座方圆一游寻的宝塔 塔圆满后,准备举行一个大法会 国王宣布,陆也愿所有的公民必须参加法会 若不参加者,将没收其全部财产 此令一颁布,国王手下一位对佛法毫无信心的大臣 更加深称心,决定不去参加 国王也知道这个大臣不愿参加,也生大称狠心 生气地说,如果这位大臣不来参加法会 不管怎样,一定没收他的财产 国王的儿子听了这话,因他与大臣的儿子关系非常密切 便秘密地告诉大臣的儿子 你最好劝你的父亲去参加法会 国王已发怒,不去肯定没收你家的财产 大臣的儿子就劝告他父亲 父子两人一同去了金塘 见到川流不息的人群纷纷供养佛塔 大臣的儿子顿时生起了很大的信心 做了大量的供养,并发愿 以此善根,愿我生生世世生于富贵之家 身相庄严,精通一切论点 圣福一切辩论家 在释迦佛出世时,令佛欢喜 不做令佛不欢喜的因 在佛教下出家,灭尽烦恼,获证罗汉果位 这样发愿之后 因不小心被人群击倒在地上,踩死了 因他沉浸在对佛欢喜心或信心中死去的 故立刻升天了 新生的天人用三观察知道自己是从人间来 现在生在天界 是因对加设佛塔生欢喜心及供养佛塔故 他小知这些后,觉得佛对他的恩德很大 便立刻身着天人所各种佩戴服饰 手持青脸、白脸、曼陀罗花等各种鲜花 到佛塔前礼谢 此时,他的父亲已把儿子的遗体收好 悲痛不已 天人见自己的父亲抱着自己的尸体 悲痛痛哭 于是上前安慰道 您何必如此悲痛? 婆罗门大臣问 你是谁呀? 我是您的儿子 你现在转生哪里去了? 转生天界了 为何升天? 应在世时供养佛塔 对佛塔欢喜供养故 接着儿子又嘱咐他 您以后好好供养佛塔 将对您生生世世有很大利益的 听到升天儿子的劝慰 大臣便舍弃了自己原有的邪剑 立刻对佛塔生起了欢喜心 并做了大量的供养 同时发愿 以此善根 愿我生生世世财富愿 具足 异于儿子 在释迦佛出世时 令佛欢喜 不做令佛不欢喜之音 当时的婆罗门父子 既今婆罗门父子 因其愿力今成熟故 婆罗门今生令我欢喜 婆罗门儿子在我教下 灭尽烦恼 获证了罗汉过位 世尊如是对诸比丘宣说必 诸比丘欢喜听闻 坐礼而去 胡理 恶骂罗汉 暴食粪便 一时佛在舍未成 有位大施主 妇如多闻天子 后娶妻共同生活 不久妻子怀孕了 自怀孕起 妻子的浑身上下充满臭气 还经常想食大便 饮小便 她把这些都如实地告诉了丈夫 施主听了很痛苦 怀疑妻子是否着魔了 便找了相事做观察 相事仔细观察后告诉她 你的妻子没什么 只是因为胎儿的业力显现 而如此异常 等婴儿出生了 便会恢复如初的 施主放心地回去了 到家里专门用各种香水 涂洒在妻子身上 但毫不起作用 臭气如故 她又担心妻子会饮食粪便 便专门派一些人天天看护着她 艰难的九个月过去了 一个浑身沾满粪便的孩子降生了 他们虽然把孩子洗得干干净净 但人是臭气熏天 让人无法认闻 想尽了各种办法 不起丝毫作用 孩子的母亲一切恢复正常了 他们为孩子举行了淡赫生仪式 取了适合种姓的名字 用牛奶、幽落乳、油饼喂养着 长到自己能行走时 便找一些不尽份食用 还涂在自己的身上 很多人劝阻她也不起作用 等她稍大一些 父母就把她交给看部学习文字 看部也是束手无策 无法阻止 这孩子经常食不尽份 喝不尽水 常处不尽份池中 她的父母对于她的怪癖 狠绝痛苦 自叹 真不知前世造了什么业 生下这样的孩子 再过一些时间 他们确实都拿她没办法 只好把她舍弃了 看部也舍弃了她 被舍弃的这个孩子 索性去粪便池里吃住 很多人看到后都一一传开了 人们都觉得这个孩子像狐狸一样 天天食不尽份 所以人们都称她狐狸 狐狸天天住在不尽份池里 吃喝大小便 久而久之 有一个外道本师 做儿学 看见了 看见了狐狸天天是不尽份 她想 我的教派苦行者是吃牛粪的 能吃牛粪是最好的 而这个狐狸能吃不尽份 可能境界更高 应该想射受她 如果她能在我面前出家 可能会增长很多很多的功德 就专门去狐狸那里 她问 你的修行的境界到了吃不尽份 还是本身就习惯吃不尽份了 狐狸说 这些我不懂 不过饮食粪便 我自小至今都喜欢贪食这些 当时外道本师在狐狸前 称赞她如此行为 境界非常高 并说 如果你能在我面前出家 会增长很大的福报 狐狸答应说 如果您这么高兴 我就按您所说的那样做 于是就跟着外道本师 去了他们的经堂 外道本师把她头发 一根一根的全部拔掉 交给她一个 孔雀林做的扫把和一个碗 并对她传了一些 吃不尽份的教议 鼓励她以此行持修本尊 就这样 这个可怜的孩子 仍然在回到 不尽份池里生活 在舍卫城四周 有五百十不尽份的恶鬼 常在夜深人尽时 去很多不尽份池 索取饮食 一天他们来到了狐狸所住的不尽份池里 一边饮食 一边呼吁 狐狸只能听见到他们的声音 而见不到其形象 其身形 没过几天 他的外道本师来询问狐狸 狐狸啊 你这几天本尊修得如何 有什么境界 狐狸说 我不懂什么境界不境界的 外道本师进一步对她说 譬如听到了声音没有 或看到什么声象没有 狐狸说 只听到一些嗡嗡的声音 不知是什么 也没见到声象 外道本师满意地告诉她 你现在修本尊有很大的进步 如果再继续修下去 以后肯定会亲见本尊的 外道本师因她自己 也没有见本尊的厌相 却又蒙混地对狐狸教导一番 便回去了 那五百恶鬼想 我们是造了恶业 今生才受如此的痛苦 而这个孩子肯定也是前世造了很大的恶业 才感到和我们一样受这样的痛苦 我们应该把自己的声象写出来 让他看一看 以后的深夜 他们来时便把各自的声象写现出来 让狐狸看 后来他们经常共同生活在一个不尽分池里 过了一段时间 外道本师又来询问狐狸 你最近继续修本尊了吗 有没有亲见本尊 狐狸说 看是看见了 但奇丑无比 外道本师说 你现在所见的是丑陋的 再继续静静 肯定会看到像好庄严的身相 说完就回京堂了 此时 舍利子尊者以慧眼观察 觉得这些恶鬼很可怜 应该去救度他们 如此发心后 于刹那间到了恶鬼面前 告诉他们 你们好好地观想 诸行皆无常 诸法皆无我 涅槃即寂静 再对我生起欢喜心 这样能使你们解脱于恶鬼界 言必舍利子尊者便回去了 恶鬼们对尊者舍利子 生起了欢喜心 在欢喜心中 他们去世了 凭此功德 立即升天 天人规矩 新升天者要做三观察 他们都观察到 自己前世是恶鬼 以对舍利子尊者 生欢喜心故 今生天上 他们心想 以前我们是恶鬼 后来蒙佛 威得慈恩 今已转生天界 为报佛大恩 我们应该在未过夜之前 做供养 便各自着天人服饰 佩戴耳环 手镯 项链 闭环等各种 樱落珠宝 手持青脸 白脸 曼陀罗花等 各种天人的鲜花 来到佛前 对世尊做了种种供养 恭敬鼎礼 祈求传法 世尊观其根界意乐 对他们传了相应的法 他们都得了圣果 在于佛前恭敬鼎礼 又绕三扎 正准备返回天界时 忽然想到了 曾与他们在一起共住的狐狸 心想 我们是承蒙尊者 舍利子的加倍 以脱离恶道 转生天上 狐狸若是能对佛 生起信心 归依佛门 肯定也能从恶道中 得到解脱 刹那间 从祁驼园 到了舍卫城 在狐狸前 显现出天人的身像 及庄严 此时 整个舍卫城 笼罩在一片光芒之中 狐狸这时 亲见了 五百天人的 庄严身像 问 你们是谁 我们是以前与你共住在这里的朋友 怎么你们以前的身像 与现在完全不同 以前是那么的丑陋 而现在却是如此的美妙 这是为什么 因为我们以前是恶鬼 现在已经转生天界 你们是不是修本尊升天的 不是 像你这样修本尊 是没意义的 我们是蒙尊者舍利子的加持 脱离恶道 而得如今的安乐的 我们今天特来奉劝你 应诚心去皈依世尊 这样能使你脱离痛苦的 他们一边劝告 一边将身像逐渐隐去 此时 舍卫城里 很多人都看到狐狸的上空 有许多天人显现 外道本师也特别高兴 以为狐狸真正修成本尊了 他马上告诉很多人 你们大家看 狐狸修本尊已经有成就了 以后你们也好好修 事实证明 情修后会有成就的 这个消息一传开 许多人慕名而来 似乎都觉得这种羞耻很有意义 于是 有很多人开始学狐狸吃不尽粪 并在外道本师前受了一些戒 狐狸听到天人的奉劝 自寸 我应该去世尊前恭敬求法 使我得到真正的解脱 不过 这样臭的身体 去亲近世尊太不恭敬了 自己也难为情 便跑到康丹大河 沐浴得干干净净 除尽了臭气 才往世尊那里去 在离世尊很远的地方 就见到佛的三十二相好 自然生起了无比的欢喜心 便急驱佛请恭敬顶礼 祈求传法 佛陀观察他的根界意乐 为他传了相应的法药 他摧毁了萨迦耶鉴 获证了预留果位 他又再三祈求出家手持 比丘境界 佛以善来比丘的方便言词 为他受了比丘界 并传了一些教言 他依教精进修持 很快就灭尽了三界烦恼 获证了罗汉果位 在他的境界中 黄金与牛粪等同 手掌与虚空无别 诸天赞叹他的功德 十诸比丘请问 世尊狐狸以和姻缘 转生富裕家 以和姻缘俱生 便身沾满不浸粪 而且后来一直住在不浸粪池里 以食不浸粪为生 又以和姻缘 在佛教法下令佛欢喜 出家灭尽三界烦恼 获证阿罗汉果位 请为五等演说 世尊告诸比丘 这是他前世的夜感 早在贤劫人寿二万岁时 仁天导师 如来正等觉 家设佛出世 印度陆野院有一位施主 富如多闻天子 他对佛法僧三宝 巨大欢喜心 后来他归三宝 并受了戒 自己前修精进 获证了无来果位 此时他独自思维 我膝下无子 无人继承财产 此后也是被没收 归为国王所有 这样倒不如上贡下师的好一点 便发心将自己的财产 供养僧众 修建金堂 还专门供养了一大批僧众 僧众也把他请为执事员之一 有一次 主管执事员外出办事 就对他交付道 我与某时肯定返回 在此之前 你要好好供养僧众 不要东奔西跑 交付后 一切事物均由施主全权负责 在负责期间 新来了一位罗汉比丘 身相庄严 施主一见 便生起了无比的欢喜心 他心想 如果我单独供养罗汉 他可能不接受 但祈求他与所有僧众 一起去受供 他不得不去 便提请罗汉 尊者 明日能否和寺院里 所有僧众 一起去我家应供 罗汉本来不愿去 但又觉得 如果自己不去 僧众都吃不到饭 过失会很大的 另一方面 也断了施主的善缘 这样他不得不答应了 咳咳 施主便高高兴兴地回去 准备了很多饮食 第二天中午 特意轻迎罗汉 及所有僧众 去应供 僧众们到施主家后 礼发戏足 依次入座 准备受供 同时 外出的执事员回来 建清堂空无一人 便问其他人 这些僧众都哪里去了 有人告诉他 到施主家应供去了 主要是 恭请一位新来比丘 执事员听了 生了一个大称恨心 怎么一个新来比丘 就把我的施主拉去了 他有什么权利 只有我对施主 才有权利 真是 生起了很大的 嫉妒心和称恨心 便迫不及待地 跑到施主家 一进施主家门 正见到施主 在各比丘前 恭敬成事 更加称恨 找到那位新来比丘 便破口大骂道 你们在我的施主 这里礼发 我宁愿你们将来头发 全被一根一根地拔下来 你们在我施主家里受贡 我宁愿你们以后 住在不尽粪里 你们在我的施主家里受贡 我宁愿你们以后 食不尽粪 紧饮不尽水 此时 罗汉比丘觉得 他造了很大的业 想救他 便心平气和地告诉他 你不应该这样骂人 你以为你是什么人 我是什么人 指示员说 怎么 你是出家人 我也是个出家人 这有什么 是的 我们都是出家人 但我是断除了一切烦恼的出家人 而你是为烦恼深重的出家人 所以你这样骂人 会有很大的恶报的 还是及时好好忏悔吧 指示员听后 生了很大的后悔心 便对罗汉比丘前恭敬顶礼 哀求忏悔 他一生中 手持境界 临终前 他发愿 愿我恶口 玛利罗汉的果报 不要成熟 以我一生中 如理如法的 为僧众做事的功德 愿我生生世世 终生富于家 愿将来 释迦佛出世时 我能出家 获证罗汉果位 当时的这位僧众指示员 就是现在的狐狸 因他当时骂罗汉 即僧众头发被拔掉 他多生多世中 头发被拔掉 当时骂他们 住在不尽粪里 他多生多世中 住不尽粪池中 当时骂他们 食不尽粪 饮不尽水 故他多生多世 逆食不尽粪 饮不尽水 又以他一生中 延迟境界 以及对僧众 做事的功德 使他生在富裕家 以其愿力成熟故 在我的教法下 对我生欢喜心 出家 灭尽烦恼 获证罗汉果位 这是狐狸 今生受夜报的因缘 赴此 朱比丘请问 世尊 那五百恶鬼 以何夜感 堕入恶趣 受使不尽分之恶报呢 世尊 复告曰 早在如来 正等觉 仁天导师 家设佛 出世时 有五百居士 看见出家人 化缘 他们生气 吝啬心 对别人前 诽谤出家人说 家设佛 教法下的出家人 像恶鬼一样 到处化缘 当时的五百居士 就是现在的五百恶鬼 当时他们骂出家人 是恶鬼 所以他们自己 受恶鬼之报 又以他们 在家设佛教下 归一 受居世界的功德 今生对我 生欢喜心 并从恶鬼道 得到解脱 转生天上 享受天人之乐 这是他们各自的前后姻缘 大家晚上好 各位晚上吉祥 我又想不起来了 真对不起 今天我们该学习什么呢 大家提示我好不好一下 再一个 昨天大家学的地上四轮经 那一块极为重要 希望大家都能把得好啊 都能把持好 千万千万把持好 再一个呢 我昨天希望大家整理 也不知道有没有整理好 哦 今天学百叶经 好 我们大家现在一起 把这个百叶经找到 那时呢 希望昨天所学的 整理一下 因为这四条 极为重要 这四条 我们要有所毁犯 一切善根 全都保不了了 一切诸佛 都是救不了的 非常严重 非常严重啊 非常非常的严重 所以说呢 希望大家 能真正的 把它把握好 真正的把握好 所以说呢 如果有时间 把它一定要整理好 一定一定要整理好 呃 好 那个导致也都找到了吗 导致也来了啊 今天我们是学到了 多少了 我也不记得 好了 那个我们把麦给导致 让导致呢 呃 带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来学一下百岳经 记住百岳经 这一位重要 如果因果过关了 我们行词一切都行词 呃 只是我们有没有训练的问题了 因为我们绝对 要认识清楚 因果 这个换用上起的根本的作用 在这种换用上起的根本的作用 希望大家都能认识到 好了 那个 请 有请到字 我先放麦了 啊 阿弥陀佛 典礼上空下道法师 呃 上次 哎呀 我也忘记了 是不是68呀 读完了 我看一下持剑啊 也不熟悉了 哦 这个持剑学过了 应该是70了吧 啊 上次 哎呀 阿弥陀佛 68 到底是72还是68 啊 天女师兄打出来72啊 我看一下吧 因为上次 对不起啊 师父 确实 好 那就听天女师兄的 72 好 好 典礼答案上市 百叶经 第72 一只孔雀 愿力成熟 转生孔雀 一时 佛在印度王社城附近的灵鸠山传授教研 从檀香山飞来一只绚丽无比的孔雀 在指陀原讲经堂飞来飞去 似乎在右绕佛陀 然后停落在世尊面前 世尊为他宣说了三法印 诸行无皆无常 诸法皆无我 灭盘皆寄灭 义者注 这三句法非常殊胜 灭盘经 咸淤经 释迦牟尼佛传记 白莲华传等 许多经中 都有这三法印 所以 修行的人 应常以此真谛 来印证 修正的境界 表面上看来很容易 但若经常在前夜 中夜 黎明 尤其是白昼 应横实 把这三句谛识语 好好尽心去探讨体会 其内涵要义 便会发现 其中有 甚多不可言说的密意 希望大家在自相续上 遇到很大的执着烦恼 或外境的一些伟员时 当下 以此佛国所亲口宣说的妙法金刚语 来警惕自己 其加持是不可思议的 传法后 世尊又对孔雀说 如你对我生欢喜心 能使你脱离于旁生界 说必 孔雀似乎会议到了 便煽动了几下翅膀 起身飞走了 但不幸的是 在非凡的途中 被一只巨大的药鹰扑食了 因他对世尊 生欢喜心的缘故 马上投胎到王舍城的大商主家 商主妻子怀孕九个月后 生下了一个非常庄严的孩子 商主夫妇给孩子举行了隆重的诞生仪式 为他取了适合种姓的名字 用牛奶酸奶酥饼等精心喂养着 从医押学化开始 就学习文字立算等学问 这个聪明的孩子都精通了 并对佛法僧三宝 具极大的信心 征得父母的同意 出了家 七岁时 获证了阿罗汉果位 还经常以神殿 去外面捡水果 鲜花回来 供佛供僧 许多人都在世尊前赞叹 稀有 真稀有 七岁的小沙迷 竟获证罗汉果位 世尊听此赞言 为使众生能生起印离心 变告众等 你们大家还记得 曾在指托员讲经时 有一只绚丽的孔雀 飞落在我的面前 听我传法吗 哦 记得 当时我们都看见了 世尊曰 当时 对他传法帝 他对我生起了欢喜心 盘旋而去 在途中 不幸被巨大药鹰扑石身亡 他凭着对我生欢喜心之善根 而马上转身到王舍成的商主家后 对三宝生欢 生信心 出家在我教法下 七岁便获证了罗汉果 意者注 由此看来 临命中时 对佛法生欢喜心 是適等的重要 其果报也是不可思议的 若自己有福报 在临终时 能有大德高僧 具德上师 能如理如法的讽诵 等为上善 若没有僧 即便是把佛像放在眼前 在信喜心中去世也很好 最可怜的是 现在末法时代 五拙式的众生 临终时 不说能让亡人观佛像 增善业 反而杀生饮酒作四 到增恶业 本身活着 已经造了不少罪业 临终时 后人又更增罪业 真是地藏经中所讲的那样 言辅众生 如履泥土 富于重时 见困 见重 但结罪缘 转增深重 殃累亡人 万生善处 真是 喜生死 欲 苦 有情 可怜极了 时朱比丘请问 世尊 他以荷叶转生孔雀 于荷叶得到人参 在佛教下 令佛欢喜 年仅七岁 出家获证 罗汉果呢 提请为五等宣说 世尊告曰 朱比丘 很早以前 陆也院有位范师国王 圣圣城中 有位布德哈国王 两国有奸细 兵戈相加 残杀了很多人 后来 布德哈国王率四大军队 向范师国王再次挑战 范师国王也是挑起精兵强将 英勇迎战 双方作战很久 布德哈国王最终战胜了 范师国王的残兵败将们 死得死 逃得逃 只剩国王孤身一人 骑马逃到森林中去了 因作战很久 他精疲力竭 森林中寂静无人 便卸下盔甲 乏力的以术准备小器 刚坐下来 却看见在离他不远的地方 有一群孔雀 其中一只眷立的孔雀 周围有许多母孔雀 为他嬉戏 他们共享着疑人的生活 此时 国王对孔雀很羡慕 这孔雀的生活 是多么的狭义 他们自由安闲的 享受着天伦之乐 无争无害 而我呢 身为国王 见不到王妃 又折了兵马 触景生情 真让我思绪万千 难以平静 当时无火出事 唯有独爵应事 这临终静修的独爵 为了度化他 故意大声咳嗽一声 给这位没有防备的国王 吓了一跳 以为又是敌方兵临了 正欲起身逃命 一看是静坐的独爵 顿时升起了很大的欢喜心 觉得能在这么殊胜的地方苦行 肯定是位大尊者 国王立即将马尾上带的仅有的一干粮 供养了独爵 因当时的规矩是 国王无论去围猎还是去疆场 都备好干粮拴在马尾巴上 独爵也接受了他的供养 并用神殿把他高高的拖在空中 使他远离了未敌的惊恐 心里得到了自在 这时他在独爵前发愿 愿我生生世世变成孔雀 将来在比独爵更入胜的如来前 令如来生欢喜心 在其教法下灭尽烦恼 获证阿罗汉果位 朱比丘 你们是怎样想的 当时的范师国王 就是这只孔雀 以其发愿力成熟过 先多适中 转身孔雀 再转人身 在我教法下 令我欢喜 获证罗汉果位 译者主 由此可知 发愿很重要 现在条件稍好些的出家人 千万不要贪图些 有漏轮回之音的快乐 而发愿做什么什么人 无论在任何环境 都要发一个 出离轮回的书圣愿 心意动 如高山流水 或峡谷川流 所以我们平时 还是多做些 各种各样 高低贵 身临其境的观想 然后把自心 对人天之乐 真正的看清楚 是否横使究竟 升起一个真正的 出离心 才不至于发错愿 阿弥陀佛 百叶经第七十二 一只孔雀独臂 好 下面请空法师 为我们做开示 好 阿弥陀佛 那 一者在 这一篇大宫 已经给我们做了开示 说的都相当好啊 也确实 有一定的 境界啊 比如说 最初的时候 就有这样的话 一者住 有这三句话 那三句话呢 租行 劫无常 租法无我 涅槃积境 这三句话 非常殊胜啊 他也引记了 涅槃经 仙衣经 还有白莲花 都谈到了这 三法印的问题 所以说呢 我们也要 重视 也要重视起来 我们再看看 意思怎么说的 那修行人啊 如果常能 以这种 三法印 这真地 来印证 我们租行的境界 这是最殊胜 无比的了 从表面上来看 好像很简单 只有这三句话嘛 好像是很简单 好像是很容易 但若经常 我们在 前夜 中夜 后夜的时候 或者说 白天的时候 我们真把这三句 租赢无常 租法无我 涅槃记性 这三法印呢 来印证自己 是不是脱离了这个轨道 我们应该 好好地静心地 去探讨 去体会 其中的 内涵 要义 你这样就会发现呢 其中有很多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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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没办法 说得清 道德 不可思议 不可言 说的 密意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希望大家 在自相续上 也就是说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不停地 在 循环 循回 在轮回 过程当中 希望大家 在这种 日常生活当中 这都叫相续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遇到很大的 制造烦恼 或者说 外境的一些 委员的时候 这句话 十分十分的重要啊 如果我们能当下 用佛陀 这个言教 什么言教呢 诸行皆无常 诸行皆无常啊 诸法皆无我 涅槃皆寂静 用这样的妙法 金刚语 来警惕自己 那其加持不可失忆的 那这一段话 非常非常 很厉害 非常非常精彩 确实 确实像大德 所 说的话 希望大家 能把它 真正的 背下来 确实很重要啊 非常非常重要啊 就是希望大家 希望大家在自相续上 遇到很大的 制造烦恼 或者是外境的一些 委员时 若你能当下 依这个佛陀 所金字讲的这个妙法 金刚语 来警惕自己 这种加持力 是不可思议的 是绝对不可思议的 非常好啊 非常非常好 大家仔细的去看 仔细的去体会 仔细去看 仔细去体会 一定可以成就的 一定可以成就的 希望大家能真正的 来感受它 真正的来感受它 记住啊 我们任何一位大德 说的自观妙语的一句话 那都是我们的事 我们无条件的去接受它 无条件的去赞叹 因为确确实 它是一个非重要的点 我们的大德把它说出来了 另外还有一个 就最后的一段 最后的一段 欲者路 由此可知啊 发愿这个事很重要 这个呢 我略微补充一点 现在好多人呢 在帆来的时候 或者说呢 看到天空上的鸟 或者说地上的斗兽 哎呀 他们那样自由自在 这人呢 还得天天早吃 早吃 还得工作 多个小时 说不上哪些烦恼 就会说一句错话 那愿我讲来 也去做它 或者说呢 它多好啊 又再赞叹 又再发愿 那或许他不知道 或许他不知道 任何一个人 说的 任何一句话 他都逃不脱的 尤其在这种赞叹 同时又在发愿 再加上 他这个心里 所猝死 非常危险的 一定会变成那个 再一个呢 后面还有一句话 也非常重要 就是我们平时 多做一些各种各样的高低贵贱 森林其境的观想 这句话 说的很少 大家没有去做 永远不会知道 这句话有个贵重 千金难买的一句话 非常殊胜啊 也就是说 我们 为什么会 看到这些个鸟 会发那种愿 会生欢喜心呢 因为人呢 看到它好的一面了 没有发现 它不好的一面 那什么叫森林其境的观想呢 就是你一定要全方位的去 感受它的一切感受 那么我们看一看 天上的硬核一组鸟 孔雀也好 你什么鸟也好 你说力气最大的鹰 又能怎么样呢 只要它们生一点点病 就会飞不起来 就不是病死 它也得饿死的 它们是找不到 它们一定会饿死的 再一个呢 它们 人 都会有种种的病 三天两天就会病 它们不会吗 它们一旦病 不用病死 你就会把你饿死 在一个一年四季 它们要承受的多少苦 或许大家不知道 所以说呢 我们还是平时 多做一些各种各样 高低贵贱 森林其境的观想 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那大家一定要知道 在六道轮回当中 它都是苦 除非你知道它是幻象 你不去感受它 你不去感受它 虽然说它有苦 你也不知道 但是只要你去感受的那一刹那 你必然要承受的无量的苦 其乐跟苦相对比之下 至少是二十分比一 二十比一啊 是二十分之一 而且你这种所谓的乐呢 也是幻象 是刹那生灭 所以说呢 被两块极为重要 但是我们要不要 就舍弃这些个幻象 这种轮回现象呢 大乘菩萨不会舍弃的 谁说不舍弃的 也不会指着它 但是呢 这种智慧力的培养 就是说 我们要多做各种各样高低贵贱 森林其境的观想 这是一种智慧 是一种智慧修法 其他家呢 都能生起极大的注意 记住 对这些大德所说的 应和一句话都有用心 尤其逢到这些个 殊胜妙法 真实异地的点上 窍门 我们常说窍门 也说开锁钥匙 开锁的钥匙 如果说你没有这把钥匙 你开不了这个锁的 大家要是只独独而过 我敢说这样的人 学百业精 没有多少意义 没有多少意义的 不要独独而过 希望大家真正的 每学一篇下来 都能生成智慧 至少因果幻象的智慧 绝对要清晰明了 同时呢 这大德的嘱咐 我也希望大家呢 真正的从中受益啊 千万千万不要一读而过 如果一读而过 我们真对不住人啊 真对不住人啊 大家想一想 把百业精真实的翻译过来 那么容易吗 大家就用笔写一写 看完这些字要多长时间 所以说呢 希望大家都能珍惜啊 百千万劫难遭遇的 百千万劫难遭遇的 好了 我们继续的往后学